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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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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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lls 反正过来打了之后这枚先锋 最后一些险阵的帮助剩下了一个张帅 张帅过来反正红帽间晕倒 但是自己的血量可能要快要接底了 被Mako当场秒杀 而且三楼阻面过来了 先过来大面开起来之后 二段Q阵 Q3闪过来戳到了巨尾 巨尾这里血量掉得很低 但是反向过来建模 这里是被毁调设计给推走了 噢 没有任何后续的留人手段 一闪留人 强行为对方的Doggle Doggle的闪现也被逼出 并且Q度继续想要斩后对方的Hacker Hacker将近有余阵 直接往前面顶 爆炸火花 依旧未能将九哥炸死 反而是猪妹的人头 拱手让给了Jackie了 把这个这场的这个胜利 已经一半捏在手上了 是的 来看一下刚才的replay 虽然说这波绕后TP位置很刁钻 但是炮博战他们打得也很聪明 就直接在正前方 率先把团战给开了起来 呃 感觉这波如果是个凯南的话有说了 是的 这个位置太好了 但是他是个贾克斯 对吧 这个英雄其实绕后的这个效果 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炸裂 而且还是前期发育比较瘦的贾克斯 并不能对对方的后排起到威慑作用 是的 想来说这波也很敢打啊 是的 最后收尾的时候 最后一个一闪 虽然被反应过来了 但是我闪了之后 倒霉就是他了 这个投稿自己 是的 自己也要把自己闪给打出来 那这一波团战一赢先锋一拿 感觉接下来的节奏 对于UP来说 作为队内比较核心的JK Love 已经三个人都先来这波 直接永双过来减速到之后 这波要单杀吗 还差一点 赶紧海克过来护驾 这个经济差太大了 而且这里JK Love已经两件套了 这两件套战斗力是很强的 海克过来 想先控下这个河蟹 但是后面几个人都在蹲着 过来锁到这些锁到 这个位置 对面几个人都在 感觉这波海克是走不掉了 人到最后让 让给了小奶油 海克说 就这么惨 吃个河蟹肉来搞我 而与此同时 Creamy选手 因为有TP嘛 依旧是和队友 形成一个 一三一的分带 美可这位队友的小危险 这里赶紧被JK Love 拉了回来 正面这里 也交TP 赶到正面战场 小奶油这波 还是比较关键的 赶紧过来涌双减速一下 这边海克的血量掉得也很快 而且猪妹一个大招 甩在小奶油的海女妖上了 真女妖 而且在下路 剑魔 如此看住了对方的月开 诶 这里海角位置很危险 被灭火请到之后 把自己闪现给打出来了 可以说是宣告结束了 是的 而且小奶油 选择单人在野区 因对方前来守龙的四人组 套博 几个人赶快赶到之后 我去 这里闪现空到了 后排的几个人 正面的话 看再看一下 拉回来之后 这里张身的位置也很危险 但是小炮这个位置 也开始自己输出模式 好 下路组的一技能 好像是撞墙了 再等于一技能 几少宝珠 直接打出张身的闪现 再有三对手 跟进闪现技能 张琪拿下 魅惑情供军的Hacker 但是JK Love 闪现跟上一起的爆毛 最好用Cream的一方 普攻 江珠妹也是拿下 那大龙应该是要有了 其实在赛情啊 我原本以为 Cream和JK Love 这两位年轻气盛的选手 他们可能会 打出一些上头的操作 但是没想到 这样的情况一波都没有发生 没错 一千九 一千一 最好 只能看Hacker 有没有机会过来抢一下了 但小龙打的速度好快 Hacker一个人 只能从正面走过来 但这的话小龙已经打完了 过去 虽然小龙没空到人 但正面已经打起来 这个地方先看 那三六九三六则被集火 在侧面这里小奶油 已经先把小炮给击杀了 那这样的话 拿到腿龙魂的超伯 要作为最后的团队的一个收尾了 张帅这个位置被Q三 蹬起来之后 也是无力回天 剩下这个位置 只有小虎术一个人 但是君伟这个位置也被发现了 陈姐过来再给他减速 这个地方小奶油跟月开 两个人缠斗 也是由小奶油的胜利告终 恶火数量再拉回 追到君伟 君伟也是倒地 过来没活听到 但是赶紧 狗狗做了一个控制抵消 两波的这个兵线推过来 这个中路的梅尔塔又被推掉了 是的 那最后UP想再尝试一波 但是嗨可这里被涌上空到之后 正面几个人甚至连水旋都出过来 那最后随着涛博退均水击 我们要恭喜涛博 拿下今天德马西亚杯 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涛博 帖国尔塔 明年刚才五十多 记录了 尼哈 快点 快点 i 这 明年 月 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